救难队划着小船和时间赛跑 挨家爱护救人 洪水来得又快又急 一楼早已被淹没 救难人员惊险从窗户救出受惠民众 俄国乌拉尔河因为熔冰导致河水暴涨 5号中南部奥伦堡州山城奥尔斯克水坝溃堤 大片地区遭淹没 奥伦堡州州长表示 这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惨洪灾 居民欲哭无泪 至7号又超过6300栋房屋遭淹没 数千民众被迫撤离 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情况岌岌可危 汇提的水坝可承受的最高水位为5.5公尺 至7号水位已达9.7公尺且还在上升 宁国哈萨克也遭波及 上万人5家可归 哈萨克总统表示这是国家80年来最惨的天灾之一 米西新闻前一听综合报道